這工具修剪樹枝 他是桃園蒲英禪寺 住持如念法師 蒲英禪寺外觀簡單樸實 除了大門收閒氣派 建築主體還是用鐵皮搭建 現在卻爆出住持如念法師 十三年陸續借錢給知名廣告 大亨李承軒 金額超過一億元 更扯出了投資詐騙糾紛 廣封媒體現任總經理控訴 四年前上市的印刷大廠邱羽 投資入主廣封媒體 但前負責人李氏夫妻 和前董事長三人 卻偷偷以廣封媒體的名義 倒開六張總值三點九億的本票 涉嫌背信 一審法院判三人兩年到四年六個月 有期徒刑 並裁定沒收五張本票 但還有一張價值1.2億的本票 被認定有效 林一姑跟李先生的債權問題 他從以前騙了前一家 等到遇到邱羽 又拿出同樣的一些債權 又繼續騙我們 一套債務兩種說法 原來廣封前負責人李承軒 以欠債為由 將1.2億的本票 轉讓給如念法師 但邱羽發現 李承軒和如念法師 的借貸資料疑似有作假 不管邱羽 廣封這邊所講的 大概都不是事實 這個部分已經 法院都已經有結論 對於廣封媒體的指控 求證李承軒 回應自己才是受害者 喊冤引嚷入世 還因此失去廣封經營權 如今各自透過法律途徑 對捕公堂 三線的大尾 陳徐香雲 臺北上報導 捷運車廂宛如潮流體育場 各式各樣的廣告 讓你在搭車同時享受不一樣的氛圍 這回扯出投資糾紛的廣風公司 前身就是博弘媒體 創辦人李承軒 曾是戶外媒體霸主 整合大臺北捷運公車系統 以及桃園機場的交通廣告平台 市占率達到八成 但卻因為事業體複雜 官司不斷 李承軒之前他改過兩次名字 他的做法就是 他會運用他跟他老婆的人脈關係 跟他們家族的部分 開了很多公司 後來都是账勿不棄 然後但是他也都沒有 担負實際負責任 2006年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 李承軒飆下捷運廣告 卻沒有一約繳交租金給市政府 遭到時任議員李建昌 吳思瑤等人炮轟 狀況連連 卻還是順利承攬 臺北市府的街道傢俱BOT案 最後因為沒有完全履約執行 被罰四百七十二萬 那時候是我當創辦人沒錯 可是那時候是因為我們做了BOT案 做了捷運 邱里當初投廣風 他是完全用針織的手段 我們一塊錢我也沒有進口袋 財務吃緊官司纏身 李承軒為了轉運一連改了好幾次名 近期又砸錢投資號稱台北最有影響力的立法院康源餐廳 也不難看出他企圖重建人脈 東山再起的企圖型 三一宣孟國華 全土台北